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存在一个θx 就跟x有关的一个数了 这个数呢 在领域区间当中 这个数跟x有关的一个数在领域区间 使得呢 这样一个 使得我们的γ按数x加1呢 可以写成x除上1x更好2πx再乘上1的 θx 这个公式的意思呢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它是n阶层这个函数的推广了 那么它一般 以前讲的n是自然数 现在对一般的正数去无穷的时候呢 它这个函数跟这个j是一样的 就把它推广到这个 那么这个定理证明比较难了 对吧 我们分了4个盈理 然后就把它做出来的 前面呢 我们这面 已经4个盈理都已经讲过了 今天要用到的呢 啊 盈理2 3 4 盈理1已经是我们已经 在这面盈理3都用过了 对吧 盈理2是这样的 做这样的就是0到n 这样的解分 0到n t 减去t 加2分之1 下面是t加x dt 这个解分呢 我们算出来它应该等于 n加2分之1加x log n加x 然后再减去 这个公式我们今天要用的啊 然后减去2分之1加x log x 再减去log k加x 开出1到n 然后再减去n 这就是我们盈理2的内容 对吧 数量的372面 盈理2的内容 那么盈理1呢 我们用盈理1呢 我们证明了这个盈理3 盈理3 我们对这样一个解分啊 0到正无穷 然后呢 t减去t 加上2分之1 dt t加x dt 这样一个解分的数字呢 它这个x的减数了 我们证明这个减数呢 一定去正值 而且呢小于12x分之1 这个不等于证明呢 是用了盈理1了 所以盈理1我们今天不要 我们今天要用的这样三个盈理 那么从这个事情呢 我们说我们就下面我们就定义 θx就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这个θx啊 我们就定义成12x乘上这个 12x乘上这个 12x乘上这个减数 那不就是θx小于大于0了吗 乘上这个 这叫做0到正无穷 就是这个减数 t减去t加2分之1 t加xdt 把这个x乘上再称它 这叫θx 那么根据这个不等于证呢 这θx当然就小于也大于0了 在这个方位里头 对吧 这是这个定理的用处了 上次最后我们证明的盈理4呢 是根据正整数的设定工程 推出来的 我们证明这样一件事情 n去无穷的时候 这样一个logn阶层 减去n加2分之1 logn 然后再加上n 这样一个东西 直线等于log 根号2pi 那么这件事实际上就是 以前讲的那个stooling公司 取下对数 取直线就知道了 所以上次我们证明这样三个引力 然后呢 今天我们用这个三个引力 我们来证明我们这个定理 已经把它整理好了 就比较容易知道了 好 下面我们来证明这件事情 这是怎么做法呢 这样做 我先看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做的 首先你看 因为γx加1 我们知道 是等于x乘了γx了 对每一个x大于0这个数 这个等质当然是对的了 所以要证明它等于它 就等于它证明它 所以等于把x除过去呢 也就等于说要去证明 γx等于x分之1 除上x1 x 跟号2pi x 再次上1的 3x θx 对吧 要证明它等于它 因为它就是它嘛 所以把x除过去以后 也就等于证明γx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真的 你把它写到整齐点怎么样的情况呢 这是x的x之方 除那于x 那就是x的x减一次方 这是根号x 乘了二分之一 所以对x而言 它是x由x减去二分之一 对吧 x的x分 除于x就减一了 这加上二分之一 所以x减去二分之一 对吧 然后1的是负x 1的是负x 然后这还有更号rpi 更号rpi 然后呢 再1的 是2x zeta x 也就等于说要证明这样一件事情 好 我现在两边去叫对数 证明这件事情 跟证明下面这件事情是一样的 去叫对数 logγx 就等于我去叫对数 这个先去 log 这个 根号rpi 是吧 大取对数 然后再乘 乘方吧 就是加了 再加上 这个取对数 那就是x 减去二分之一 logx 再加上它取对数 它取对数就是 -x了 是吧 再加上它取对数 它取对数就是 12x 就是我们所谓要证明这样一件事情 先仔细分一下呢 就是要证明这个等式 这是一样的 对吧 要证明的是log 要证明这样一件事情 对吧 因为这个过来分到这 然后两边去都就 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三个引力啊 我们来证明这样的等式 好 这为什么对下面我们的出发点怎么的 我们这样想 前面我们知道 γx 我们证明过这样的等式了 γx 是等于limit n 我们在证明γn 是微信的时候啊 就满足三个条件 这个还是一定是γn 那我们证明了这样一件事情 nxn阶层 x乘x加1 乘了x加n 对吧 这是当时证明这个定理 就是证明出一个等式嘛 这个我们当 叫做Gauss的定义 Gauss 它这样来定义γn 所以也可以的了 它就这样来定义 那么两倍就叫对数的话呢 那也就是说log γ 也就等于这个去对数了 对吧 因为γ也是做正的嘛 也就等于说 我这要去证明这个东西的极限 不 不是去证明啊 这是知道的 这个东西的极限是知道是logγ的 对吧 是知道的 所以呢 我从这个地方出发 我来考虑 这样一个log n阶层nx x乘到x加1 也就乘到x加n 那我们知道 这个到n去无穷的极限 是logγ 就是我这一项 n去无穷的时候 就是logγ 就这个等式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对吧 另外我再减去 0到n 我考虑这个差 考虑两个就差 0到nt t-t加2分之1 除上t加x的t 我考虑这个极限 那么 这个n去无穷的极限就是logγ 这个n去无穷的极限是什么呢 就是12 就是这个函数了 对吧 也就是12x分之θx 除过去啊 就是12x分之θx 那就是说 就是我们这一项 也就是这个两项去极限的时候 分别是logγ和这一项 对吧 你把它减过去就是这两项的极限 所以 如果我能够把它往下算 把这些极限 用另外一些 把极限算出来以后 它的极限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等式就做好了 对不对 这个曲极限就是logg 这个把它翻过去 这个曲极限就是12x分之θx 就这个等式嘛 所以呢 我下面 这个两个设置 我来算上看是什么东西 我算出来 我去证明 这个下面我算的极限就是它 这样三个设置 那么这个等式就做好了 这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这样 好 现在我来去这个极限 大家看 这个是log了 那么先去上头 就是logn阶层加上 这是xlogn 对吧 这都是分子 然后再减去分模上的东西去log 分模就是乘积了 那么h对数就变成核了 就变成sigma logk加x k从0 k从0 到加到n 对吧 k等于0 这就是logx k等于n就是n加x 就这项 对 整个这一项对数写开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解分呢 这个解分就是我们的引力2 这一大堆东西已经算过了 是吧 这一大堆东西我把它照一下写在这 就是n加二分之一加x 所以这些引力都先准备好了啊 就是logn加x logn加x 我们减到上了啊 现在的 然后呢 减去二分之一加x logx 再减去sigma k从1 到nlogk加x 然后再减去n 就这两项之差 就这个是指了 对吧 就这个是指了 然后我们看看这里说哪些东西可以消掉 哪些东西留在那 看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叫logn阶层 我还照写 对吧 logn阶层 再照写 这里头呢 减 减n 对吧 这是减去n 那就加n了 对吧 加n写到这 好 这里看这个是可以减掉 k从0到n logk加x 这是k从1到n logk加x 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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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负的 负的真了 所以这个就给减掉了 这个给减掉了 这个给减掉了 这个减掉了 这是k从0到n 这是k从1到n了 所以有一项 k等于0这项没有减掉 所以k等于0这项我把它写下来 k等于0就logx嘛 这项写下来 logx 这项还是有的 好 然后在下面呢 我就造写 这是x 加上x logn 这是有的 然后这里头呢 还有这项 减去 n加2分之1加x log n加x 这项是有的 然后再减去 这项 这项就加上了 加上2分之1加x logx 对吧 这三项有的 这个n呢 我就拿到这儿来了 最近都剪好了 好 这下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要 我刚才说了 这n去无穷 这两个极限 就这两项了 甚至我希望证明到这个了 那么这里log2π呢 log2π是这样三项的极限 这是我们引力四座好的了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 在我们这里logn阶层是有的 加n也是有的 logn接加n 但这个没有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补上去 所以我把它写成 等于logn 接成加n 减去n加2分之1 logn 这项原来是没有的 我把它减一下 然后到我要补上一下了 n加2分之1 logn 好 这一件一起复 就跟原来一样了 对吧 那么但这三项呢 我可以利用了 这个体现就是log2π 这就是我们的引力四 而log2π就是我这儿需要的 对吧 这也需要 我们再看 这一下 2分之1加xlogx 跟负的logx 这两下可以合起来的 然后合起来正好就是什么呢 xlogx 正好是x减去2分之1 logx 对不对 logx哪下来 那么2分之1加x减1 那么就x减2分之1logx 而这一项呢 也是我需要的 x减2分之1logx 你看这两项都有了吧 对吧 这两项都有了 好 然后呢 这一项吧 先 然后把这里x 这是减加 还有这一项 刚才没写下来 再加上xlogn 对吧 还有这一项 减去n加2分之1 大家看啊 这减去n加2分之1 加xlog n加x 好 现在呢 剩下来呢 这两个 这是拿到根2π 这就是我需要的 然后希望这三下加起来呢 1 2 3 这三下的n减2分之1 就是fx 那我这已经做好了 对吧 这两下就是这个极限了 那么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再把它再写一遍啊 log n n阶层加n 减去n加2分之1 logn 这个就像是 跟rpi 这已经有了 这个就像 这个一项 本来跟n没有关系 这也是我需要的 x减2分之1 logx 这是我需要的 好 这两下你把它写在一起 看看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xlogn 跟这个是可以合在一起的了 这就跟什么呢 跟这个x加n加2分之1 logn 跟这个x加n加2分之1 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三项可以合成一项 怎么样一项呢 就是n加2分之1加xlog n除以log 不是 除以n加x 对不对 嗯 这两项合在一起 就是n加2分之1 加2分之1加x logn 就是n加2分之1加x logn一除 好 剩下来我说 我去证明这下n除 这几项就是负x 这定理就证明完了 对吧 这几项是不是负x呢 你仔细看一下是显然的了 为什么 你看啊 这下我把它写成两项 这一项 这一项呢 这一项就是log 你看 把n除下来 就是1加上n分之x 然后把n再放在肩膀上去 就是这样一项 这是小欧业了 对不对 这一项你把它n放上去 这个除销不就这样 而这个n取无穷这是什么 这是1的x次方 这些分母像有说1的负x次方 1的负x次方 再去叫log 所以这就得负x加小欧业 嗯 取无穷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 现在你看 让等式两边 现在我这个等式就是这个等式了 对吧 让等式两边去解线 好 这我刚才说了 现在去解线 那边就是log γx 这是我们前面证明过的 然后这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人尾的把它造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造出来的 对吧 这个几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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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12分之x θx 我们定义这样的几分数就叫θ 然后 这边去解线 这个就引力4 这是log根换2π 这个是加上x-2logx 这个几解线就是负x 所以这个等式啊 就是我们这儿需要的 我们要证明的就是这个等式 对吧 所以这个呢 这个讲起来呢 大家就明白的了 但是要自己想到这样子 证明了 那是很困难的 你说都 他很多东西都交叉在一起了 不是某一个设置 简单的就可以做过去 这些东西啊 多利用上了 像这样的等式啊 多利用上了 最后呢 证明了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定理比较难的一个定理 啊 那么这个在讨论 伽玛还是渐进性质的时候 渐进性质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x去无穷 不仅仅是n去自然去无穷 那么一般去无穷 这样的斯特林公司也是正确的 而且这个呢 就给出了他的骨迹 一去无 x去无穷 从他去一的时候 他的速度日安 这样的速度去一 给出这样的骨迹了 嗯 好 这个定理我们就讲完了啊 那么下面呢 一个重要的推论 就是说到一个重要的推论 这是我们用的时候呢 常用这个推论 在374面 常用这个推论啊 这个推论呢 大家回去做练习的 我来说说怎么做这个推论啊 这推论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还是重要的啊 推论 推论就是说 对任意的s一个是数 不一定是正的 负的也可以 s任何个是数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结果 limit x去无穷的时候 x的a次方 乘了γx 储上γx加a 这个就显示一 这个就显示一 那么我先把这个推论的意思啊 说一下 它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γx去无穷大的时候 x去无穷大的时候 x去无穷大的 是什么样的速度去无穷大的 是以这样的速度去无穷大的 对吧 这些速度 那么 比如说我问 γx 减去三分之一 那么x去无穷大的 当然它还是去无穷大的了 对吧 x去无穷大的 那么它以怎么样做速度去无穷大的呢 它这个 x减去三分之一 是什么速度去无穷大的 那么这个定理告诉我们呢 它是以γx 除上x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就是负的了 就这个东西啊 跟这个东西等价的 那么x负三分之一 那就是负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放到下面 就减去三分之一 就变成x负三分之一 如果γx加上二分之一 那其无穷的速度是什么 使x的二分之一 乘上γx 就加上它是x某一个方式乘上它 那这样就方便很多 很多方便 就 γ这个函数啊 那这样一个等式在文献里头用的很多的 那么 当然你如果接触这种有关数学用的比较多的 那它不会呢 它在文献里头 当然就一写 就把这个写成这样的了 它连这个时候它也不写 它因为假定你都知道的 这个都假定你都知道 然后往下推 那么你不懂的你就不知道 这是什么回事呢 这就是这个推论 这就是γ嘛 利用这个公司的一个 设定公司的推论啊 嗯 这个怎么证呢 这个大家回去自己走 我说一下 啊 怎么做法啊 证这件事情 等加一证这件事情 log x a γ x γ x 加a 等于0 对吧 这个是等加的 两边去 这个解析是a 那去掉对数解析当然就是0的了 那么这个你就好证了 对吧 因为这个你去掉对数啊 去对数 这就是a logx 这是loggamma loggammax加a loggamma 这表达是有的 就这个 对吧 loggammax加a 那么这个地方x 通通换成x加a啊 这个表达是也有的 那么这个表达你把它加加减减 一算 这个就先啊 就是0 那么这个要大家自己去做啊 大家自己去做去 对 用这个来做 好 下面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这个定理就做完了了 举个例子 就是用这样一个推论的例子 好 我们看数量一个例子啊 数量大家算一下这个区分 算一下这个极限 数量一个例子 算一下limit n去无穷的时候 根号n 乘了0到1 1-x放到n次方这个极限 这是根号n 这个当然有个n的函数了 那个n去无穷解析是多少 这个体呢在Wallis公司内这里头 有过这个体 当然要大家用Wallis公司来做 那现在当然不需要Wallis公司了 我们来做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极分 0到1 1-x放n次方 dx 对吧 虽然这极分 那么这个极分呢 当然我做个变化 x放等于t x等于t的2分之1 dx等于2分之1t的负2分之1 dt 这个做很多次做这样 这个当然还是0到1 然后呢 dx等于2分之1t的负2分之1 dt t的负2分之1dt 然后呢 这个里面是1-t x平方等于t了 然后n次方 dt 啊 就等于这样做的变化 那么这个 这种事情呢 我们就讲过很多次了啊 我再说一遍 2分之1 这个呢是0到1 t的负2分之1 那就t是2分之1-1 负2分之1 然后这个呢是1-t的n加1-1 8003 n加1-1 就是n了 是吧 然后那就写成白塘子的样子了 然后再用γ2的关系把它直接写出来 这就是1分之1 这就是γ2分之1 这就是γ2分之1 这就是γ1 N加1,这就是GAMMAN加1,这就是GAMMAN加2分之3,N加1加2分之3,那么下面就讨论这个去无穷了,当然我还乘个根号N了,所以我就乘个根号N,就这个乘个根号N,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跟N没有关系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要用我们的推论,就是你要会看了,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GAMMAN加2分之3,是GAMMAN加1再加2分之1,这个是GAMMAN加1,上头啊,所以这两个比的时候呢,这个N加1就是我们现在的X,这就是我们现在的X,所以呢,它跟它一比呢,这下面多了N的2分之1了,根据我们这个定理,你看,这个对不起啊,这个乘啊X2分之1比上它几线才是,啊, 从来X2分之1才是1嘛,所以这个地方呢,因为你这个正好有个根号N加,正好N嘛,所以这就是根号N嘛,那么N加1开放跟N开放都是一样的了,对不对?这个就先是1了,N加1,N加1就是2分之1,根据这个推论,这个就先是1,那些N档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先是1, 这个就更好200,所以最后就先是2分之1,这就是最后的这些,那么这里头就用到的,用到的就是,嗯,这个推论,就是说你以后碰到,GAMMAN上面下面,有这样一种多数,但你千万小心啊,你不能说,这是N加1,你这个N,这2分之3, 你看,你这个N加,这也要看到N加1,大家都看到N的时候呢,你要二分之3,减去1,这样看也是可以的,减去这一次一样,但必须要两个对准了,用这个引力的这对准了,嗯,好, 关于GAMMAN数BETA这些呢,我们就讲到这儿,那么大家看到,这GAMMAN数啊,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了,我们很多节奏以前不会算的,那么用GAMMAN数都可以表达出来,对吧,那么下面这些呢,实际上就看出N,GAMMAN数一种应用,那么我们原来这书上面,我把它贴了一件,就讲一下N位,那么这个N位的球和体质呢,以前讲过,那么现在再用GAMMAN数再来, 来说一下呢,比较清楚啊,好,下面我们来讲,下面讲,嗯,也就是我们这个书的最后一节了,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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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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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的低推公式是一个挑的一个低推的了 不像那个单型啊 那一下子就退出了 所以它有两 n分偶数技术来表达 对吧 大家看 当我们讲n偶数的时候 它的体积啊 是等于k阶层π的k次方 然后a的2k次方 当时这样的 n是偶数的时候 它表达成2k的时候 它的体积是这样的公式 阶层啊 阶层π的k次方 然后a的2k n是g数的时候呢 n等于2k减1的时候呢 那个公式就更不理想了 就是2的k次方 然后π的k减1次方 然后在2k减1的双阶层 然后在a的2k减1 当然是这样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当然 应该这个球是很光滑的了 这公式很不理想 这两个字就很不好看了 但当时我没有工具 把这两个设置 把它表成一种办法 因为当时没有这种函数 现在有了γ减数呢 我们说这两个东西 用很简单的一个公式 就会表示出来 这也是γ减数的一种用处 我先来表示一下 看看 我们先看 先看这个n等于偶数的情况 n等于偶数的情况呢 n等于2分之k 那么k当然就是2分之n了 对吧 k当然2分之n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式啊 是μ bna 是表达成功 π的k次方 k阶层 k阶层那就是γk加1了 对吧 k阶层 现在有 当时我们不知道 就是γk阶层 那么k阶层 当时就是γk阶层 那这就是a到2k 好 现在呢 我用γk阶层来表示就可以 πk次方 就是2分之n次方 所以就是π的2分之n次方 对吧 这个k加1呢 k加1就是γ2分之n加1了 k就是2分之n 这个就是a到2k 2k就是n了 这就是 在k阶层 n人恶层的情况 是吧 球的体积就这样表示 对吧 那下面我们主要来证明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设置啊 也是这样一个设置 那这两个就同意起来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啊 n等于2k减1的时候 n等于2k减1的时候啊 那么k当然就等于n加过去 k当然就等于2分之n加1了 加过去除个2 k当然就等于这个次方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μ啊 μ bna 这个就等于 大家看这个就等于啊 这是2k次方 是吧 πk减1次方 这个a2k减2k减2k就是an了 这an次方 这下面呢 是2k 双阶层啊 2k减1 乘到2k减3 乘到2k减5等等 也乘到3乘到1 这里正好是k 这里正好是k相了 这个正好是k相了 所以我把这个2k次方 他们处到下面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 πk减1 an次方 处下来 这个处个2 那就是k减去2分之1 对吧 这个2k次方 每一个是 每一个因子都处个2啊 这么都处下了 这个处个2 就是k减去2分之3 那么下面是k减2分之5等等 一直乘2分之3 一直乘2分之1 每一个因子都处2 就等这样的等式了 好 现在我把分子分母啊 都再乘一个 γ2分之1 大家看啊 这个γ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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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根换π了 这就是π2分之1了 γ2分之1就是根换π了 所以这两个当一样的 这个一乘以后 你看 分子上就变成什么 分子上就变成π 原来k减1加2分之1 现在就变成k减去2分之1了 它an算到不动了 而下面呢 大家下面这个2分之1的伽玛 我写过很多次了 下面正好就是什么 正好加γ2分之k加1吧 γ2分之k加1 你会把它展开 2分之k1 2分之k减1 γ2分之k减1 2分之k减1 2分之k减1 2分之k减3 做到2分之1 γ2分之1 是这样的东西 对吧 而2分之k加1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 你看 我写错了啊 我写错了啊 是k加2分之1 我写错了啊 k减2分之1 应该是k加2分之1啊 不是2分之k加1 我写错了 这加2分之1 当然就是2分之1加1了 对吧 这加2分之2 2分之1加2分之1不就1吗 所以这个把它写上写下来 你看 正好就是 不是别的啊 正好就是 pi k减2分之1 k减2分之1 那就是2分之n了 k减2分之2 k加2分之1 正好是2分之1加1了 然后是a打n 跟这个表达是一样的 大家看 π二分之二 这个是一样的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以后我们就脑子里记住的 N位求的体质 就不要再去记住这种东西了 这种很难记住 这个不行 不要怕了 就是现在这个体质呢 就是这个东西 π二分之二 γ二分之二 这就是N位求的体质的公式了 这就是N位求的体质公式 那么这个呢就是 我们看到以前没有γ函数 这两个设置我没法统一切 现在有个γ函数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就为什么我们要定一些新的函数呢 那么这些新的函数 它可以表达到东西比较多了 你这种东西就可以表示出来 好 我们再看 我们在250页面 大家换到250页面 250页面我们算了一个解分 当时这个解分 今天我们要用它来算N从解分的体 面积 N位求面的面积 我们就用这个解分 250页面 我们算这样一个解分 第一 这样一个体质算N从解分了 已经有关系的一个设置 250页面 大家翻到了没有 250页面 就这个解分啊 最后的结果大家看 也是两个设置的表达 这个就是切入到N位求的体积了 因为体积的分那边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它表达成这样了 这个公式最后是这样的 好 实际上呢 当时写的公式就是 应该等于N μ B N E 就 N位单位求的体积乘上N N位单位求的 N位单位求 半天是E的单位求的体积乘上N 然后再从那0到A R的N减页 FR DR 也就是这样的N从解分啊 我一定可以画成一个单解分 这就是这个单解分了 普通的单解分 N从解分一定画成单解分 如果这个函数里头啊 是这个 这就是点到远点的距离嘛 对吧 这个叫做R嘛 就如果它仅仅是根换R的函数 这F 仅仅是根换R的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N从解分 可以写成 N位单位求的体积乘上N 再从这个解分 那么 当时这个是指要分开来写的嘛 所以我们的公式里头 写成两个是指 现在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写在这儿了 对吧 这个就等于啊 N位单位求的体积先有了 对吧 那么 这个是指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示啊 大家看 这个是指啊 因为这个是π 二分之N了 这个下面呢 用D推广等于二分之N γ二分之N了 二分之N加一 γS加一 对于S 成为γS N次方 所以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写成 2π 把这个2重上去 2π二分之N 然后呢 N 成为γ二分之N 这是一样的 对吧 这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用这个 A N次方了 那么现在这个 单位求S1了 所以这个就是1了 而再次N 把这个N 成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公式就变成 2ππ 二分之N 然后下面呢 γ二分之N 对吧 因为这现在有个N了 跟这个N消掉了 然后呢 变成0到A RN 减义 FR 第二 这是当时我们 在讲N从减乎的 讲过一个公式 那么现在有了干嘛 这个公式可以写得更清楚了 不像前面要分两个字 再写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 来算一下我们 讲的N位求面的面积 N位求面的面积 我来算一下这个公式 那么这里确认到 首先你怎么去定义N位求面的 面积元素呢 对吧 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记得 我们在讲 三位空间的曲面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做的 曲面的 这个叫做三位空间 这个叫曲面的影色表示 那么如果能把Z解开呢 Z等于Fx 这是显色表示 那么说 如果一张曲面用这个表示的时候 我们当时呢 定义它的面积元素呢 以Sigma等于 一加上偏F 偏X的平方 加上偏F 偏Y的平方 DXDY 让你球面的面积 这个这张曲面的面积算的时候呢 就看你这个XY 在这个怎么样的曲率变动 那么就把这个解分啊 算一下变成二重解分了 当中这样子 好 现在N位求面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这样来做 这是三位的情况 N位求面呢 一般来说 求面应该这样表示了 F X1 XN 这样一个表达式 就表示一个N位的一张曲面 N位空间的一张曲面 对吧 N位空间 那么仿造 这里的做法 我们定义 N位这样中显示表示的 N位曲面的面积元素呢 定义成这样 D Sigma 等于根号 也加上偏F 偏X1 平方 也加上偏F 偏XN的平方 对吧 然后呢 DXN 也仿造成这样 那么这里真的 我还解释一下啊 就是你这样定义 这个 好像没讲道理的吧 你看这个就这样 我是没讲道理 讲去道理很长 就是 要有很多 要讲道理 讲一个什么道理呢 我简单说少 今天不讲这些事 因为我都没对着 讲伽玛函数了 要讲什么呢 先说 先讲一下N位 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平面上 我们知道 两个向量 确定一块 两个向量 确定一个面积吧 对吧 那么三位向量 三个向量呢 确定一个体积了 那么到N位呢 N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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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M个向量 这个M当然比M小了 或者等于M了 N位空间 有M 就像三位空间 有两个向量 在M边的向量 N位空间 M个向量 它构成一个 2M的平行 平行的2M体 就是我们说平行六面体啊 平行2M体 平行2M体 那么要求把这个体积算出来 这个体积啊 用这M个向量表示出来 那么算也并不难 要现现现代数的指示 用现代数的指示 来算 算一下 这个算出来以后 然后呢 我去可以定义 然后一般的这样种曲面 我怎么来进去呢 普通的曲面 我们用这样两个向量 两个切向量 构成的平面 平行式别人来表示它们 那么一般的M位呢 我就用M位的这样体积来进去它 然后再去面积元素 这样做 那么这样讲一下 讲很多别的事情 那么最后呢 再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 那么这个就我就不去讲了 就这个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啊 我就告诉大家 有道理的 但这个道理呢 不在这儿讲 就是 讲起来讲别的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的主题 这要用到一件什么事 我不知道大家 现代数理这样件事情 讲过没有 比如说 M位空间 M个向量 组成一个子空间 比如说这个事情 我很容易说清楚了 就是平面上一点 到这个平面上 两个向量 组成的子空间 它就垂着距离 这个知道的 那么M位空间 M个向量 组成一个子空间 那另外一点 到这个子空间的距离 讲过没有 没讲过 所以呢 我要在这儿讲的叫非 这不是我的内容 讲现代数了 我就不讲了 好 我就承认这一点 承认这一点 就这个是对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算 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来算一下 M位 对我们现在 M位球面 好 球面倒是这样了 X1平方 加了XM平方 等于A平方 这是M 因为我现在讲一个具体的局面了 简单一些 不去讲一般的 讲一般的就要讲 一般的道理了 嗯 这是M位球面的 球面的方式嘛 对吧 这个方式我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XM 我可以解成真负两块 也是两块 A平方 减去 X1平方 减去 XN 减1平方 对吧 减成这样两块嘛 一样的 那么 你就算这个面积 就算一块的面积 把它两倍起来 就跟这个三位的情况一样了 算这一块 然后把它两倍起来 这就是它的面积了 对吧 所以对这样一张曲面 M位空间的曲面 它的面积元素 我们有这个数字来算 所以呢 现在我们算 现在我的F呢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注意这个F是N减一个变量 N减一个变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偏F 偏XI 这个函数啊 这样是 导致我们算过很多次了 它就是根号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 谢谢我再讲 我们休息我再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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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